大家好,我是Mr.Gongongong,我是Lam Chen. 好,来到我们的第四集了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就是 我很喜欢说的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就是我们所失去的东西 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得到补偿 我们所失去的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重新的拥有 这个是我非常相信的 因为我们人生里面其实就是 一边拥有,一边失去 我们不能什么都要 但是我们可以拥有很好的思维 或者去在意我们的得失 真的是会打断我们的人生计划 下角不浪费时间去 我们不需要focus的地方 你今天的痛苦可能就是明天的幸运 好像有一个商人和一个土匪 同时进入了一个山洞 土匪就把所有付上的钱 他的财物包括他手上的那把火把也抢走了 上面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坑坑壮壮的 因为看不到山洞里面很暗 土匪呢拿着那把火把就能够很顺利的 一路的走不会跌倒 看得很清楚那个路 但是走了许久 最后你知道吗 谁被困在山洞里面死掉了 是土匪 为什么土匪有火把还会死掉呢 那人因为没有了那一个火把 他坑坑壮壮走了一段时间过后 发现洞口微微的光照了进来 他就顺着那个洞口的光爬了出去 而土匪就因为有了那一盏灯 那一盏灯怎样照都比那个路口 那个洞口的光还亮 所以土匪就在山洞里面迷了路 被困在里面 听得懂的人 误得到这个道理的人 你就会觉得 你现在所受的痛苦 其实是你将来的一个幸运 因为他只是一 先苦后甜的方式出现在你的人生里面 竟然可以度过九九八十一难 结合山洞 所以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 今天你吃的亏就是你明天想的福 人生无偿 苦乐都参半 他好像一对夫妻 他们去到了一个心理治疗室 心理治疗室只给他们一张白纸 上面画了一个黑点 所以他们就问夫妻 你们看到了什么 先生和太太都同时间说 这张纸上面有一个黑点 心理师在问他们 那么还有什么呢 他说没有咯 这张纸上面就一个黑点咯 心理师说你们错了 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 还有九十九八千的白纸呢 为什么你们就focus在那一八千的黑点呢 错很容易 错不容易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 看缺点 把它放大 多过去看那个优点 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 就要学着告诉自己 我就失去了那么一巴仙 我还有九十九巴仙 所有的困境呢 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去面对 有些人遇到一些挑战 他会说 OK 我接受这个挑战 我去面对 我去做万一成功了呢 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 不要啦 都没有人成功 我去try这么 都浪费时间的 困境的时候 接受挑战 面对 不要气馁 当你在顺势的时候 也不要得意 永远要保持初心 人欠你的 天会还你 我只需要继续把对的事做好 把我的人生过好 就可以了 如果是公平的 你也不会知道 你所做的这个东西 还是不对 但是你所做的这个东西 就会引导 其他的结局 发生在这个事件上面 人的命 天注定 你要走外门邪道 就不要怨自己没有福气 到最后 你怎么来的钱 都会怎么去 三有三报 二有二报 有些人就说 好人是没有好报的 你怎么知道呢 可能这福报 就报在了他的家人 他的身上了 可能福报 不是因为他多发达 可是他的孩子 全部 很大成人 都是成家立业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福气 你要多大的福气 你就要从你自身的品德做起 你有多大的德行 你就会得到多好的福气 也不需要做到那么完美 毕竟我们都是凡人嘛 所以只要把自己做好 不要做缺德的事情就好了 善良是有福报的 人善天佑 人善天佛 人善天佛 人怕天不怕 但恶就自由天来盼 但这一辈子呢 能赚多少 能过得多好 是注定的 瞬息当下不亏于人 不亏欠别人 也不为难自己 做要心安 过了一个年纪呢 可能我们已经有 很多层次的 是我们心灵上 和我们思维上的改变 改进 如何的去由内 要求自己变更好 OK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啊 拜拜